受到禽流感和天氣冷等因素的影響 國內雞蛋的供應量吃緊 那麼缺蛋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農委會就宣布了 從今天開始雞蛋每台金要調漲兩塊錢 產地價來到了每台金四十二點五元 批發價每台金五十二元 那麼蛋價也重回去年七月的歷史新高 農委會就表示雞蛋減產的主要原因 是蛋農會在春節後調解生產的時節 那麼要將雞群更新 或者是張母雞換雨 那麼預計在二月底雞蛋的供貨量 就會逐漸穩定了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